欢迎你 欢迎大家进入 Newton Kids的神奇世界 Ibox 我问你 星星为什么眨眼睛 大海有什么秘密 我想知道世界有多神奇 特学宝藏在哪里 Newton Kids都知道 小小种子真奇妙 藏着生命的奥妙 高山大海会发脾气 空气也有神奇魔力 你想知道所有的事情 都在Newton Kids里 Newton Kids 观察动物之天气 放属家喽 我最喜欢回乡下阿公家玩乐 阿公怎么在门口 看着天空念念有词啊 蜻蜓飞得低 出门带缩衣 燕子滴滴飞 大雨不久到 阿公 你在念什么啊 阿公在念燕雨啊 以前人们会观察大自然 来预测天气 所以流传下来 许多关于天气的燕雨啊 小宝 你瞧燕子和蜻蜓 是不是飞得很低呢 这样表示 待会儿要下雨咯 真的耶 燕子和蜻蜓都飞得好低哦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下雨前 空气会变得很潮湿 许多小昆虫会贴近地面飞行 蜻蜓为了捕捉小虫来吃 所以会在距离地面的空中低飞 所以说蜻蜓 蜻蜓飞得低 出门带缩衣 缩衣是古时候的羽衣 只要看到蜻蜓 滴滴地飞在空中 过不久就会下大雨 所以要记得带羽衣出门 那燕子为什么也会飞得这么低呢 因为燕子专门在空中飞行捕捉昆虫来吃 因此当昆虫低飞的时候 它们也会跟着靠近地面飞行 原来是这样啊 阿公真聪明 不止如此哦 还有更多关于天气的谚语呢 你想知道吗 想想想 阿公快告诉我吧 那阿公就来教你其他关于天气的谚语吧 小宝 你看看 屋檐下面 是不是有很多水椅飞来飞去啊 有耶 好多水椅在飞哦 水椅满屋飞 不愁没雨来更田 看到水椅满天飞 就表示要下大雨咯 这样农人就不担心没水更田了 为什么下雨之前会出现这么多水椅呢 水椅其实就是长出翅膀的白椅 它们会在下雨前空气潮湿的时候出来交配 如果傍晚出现大群的白椅在空中飞 就表示快下大雨了 你仔细听 现在是不是有青蛙在叫啊 有耶 青蛙呱呱呱呱的叫得好大声哦 青蛙叫 大雨到 连喜欢下雨的青蛙也在叫了 小宝啊 等一下要下大雨咯 阿公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大雨要来临之前 熊蛙会成群鸣叫 吸引丝蛙过来交配 所以在夏季 听到青蛙的叫声又大又密集的时候 待会儿可能就会下雨咯 哇 阿公好厉害哦 真的下雨了呀 嘿嘿嘿 这没什么啦 只要透过观察小动物 也能知道天气会不会放晴哦 要观察哪些小动物呢 阿公 教我啦 小宝 进来吃饭啦 阿嬷她叫我们进去吃晚饭啦 明天阿公再继续教你哦 好 阿公 你明天还要教我哦 来 打勾勾 好好好 打勾勾 那你明天要早一点起床 不能赖床哦 阿公 你今天要教我观察什么小动物呢 嘿嘿嘿 来 你看树上的蜘蛛 是不是正在结网 还有一只喜鹊正在唱歌呢 嗯 我看到了 阿公 这样是表示什么呢 蜘蛛结网等天晴 喜鹊枝头叫 出门晴天报 这些都是天气要放晴的谚语哦 看到蜘蛛结网 或听到喜鹊叫 表示今天是晴天 为什么看到蜘蛛结网就会是晴天呢 因为当空气中的水分多的时候 蜘蛛吐司会比较困难 于是他们会收起网子躲起来 等天气变好 空气中的水分变少了 蜘蛛才会出来张网补虫 那为什么喜鹊叫也是晴天呢 喜鹊对气温和湿度都非常敏感 阴天的时候 如果它们飞到草地或枝头上觅食 表示天空可能要放晴了 还有啊 你昨天晚上不是说 蟋蟀叫得很大声吗 如果在晚上听到蟋蟀大声鸣叫 表示第二天也是好天气哦 蛤蟋蟀也有预测天气的能力哦 这又是为什么呢 蟋蟀在天气热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活动力比较好 叫声又响又急促 但是天气阴凉气温变低 活动力就会变得比较差 鸣叫声也就会变小和变慢 所以可以观察蟋蟀的叫声来预测天气哦 好有趣哦 许多动物对天气变化都很敏感 所以仔细观察它们的行为也能预测天气哦 阿公 你真是太厉害了 我要把这些谚语通通记下来 以后也能观察动物来预测天气了 好 今天天气这么好 陪阿公去散步吧 阿公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教你哦 将长在水边的这种草啊